我懷疑了 七個月前呢 我嘗試的植入胚胎 但是失敗了 然後七個月後 我又再次嘗試植入了 各位 我目前平均一天 我是吃二大顆藥 然後接下來呢 塞劑然後大腿凝膠 然後還有打針 然後打完針以後 一定要按壓半小時 不然他就是會瘀青 休止五年歷經三次世關 樂小喬去年懷孕十六週胎庭 這回終於傳出好消息 這幾十一六千 還不錯 過了嗎 過了嗎 過了 過了 恭喜你 恭喜你 忍不住襲擊而泣 已經四十二歲的小喬 從沒有放棄過身子的念頭 這回終於成真 腰到他在跳耶 真的假的 真的啊 中間那個圓圓嗎 中間那個圓圓 那個就是天啊 好像小精靈喔 對 想念在 在在在在 在在在 還蠻強的 放給你拼 耶 超狂的 還小所以聲音比較小 他會動 聽見心跳聲 忍不住感動落淚 球子的辛苦 身為老公的流量座 都看在眼裡 整個過程 我看小喬 就是真的很心疼 除了吃藥打針之外 還有很多身體上面的那種 很不好的 不舒服的反應 跟狀況 那最後一直長到第五天的男胚 總共有三個是最健康 所以我就把這三個植入到我的子宮裡面 講了那麼多 都是廢話 因為我還是失敗了 我甚至很沮喪的跟 我兒子說 你知道嗎 人越長大 就是 越多事情 就是你 努力了 但不會成功 或者是 你付出了 不會有收穫 因為我覺得 在生小孩 這個過程中 不管 是做人工做事 不管 甚至是自然的懷孕 我覺得女生 真的 真的很辛苦 她很堅強 都撐過來 那也很高興 終於有好的結果 兩個人將寶寶命為 點點寶寶 目前穩定的來到三十週 二十號晚間 兩個人也開心 向大家宣布 點點寶寶的性別 好 請 等一下 氣球從哪裡出來 叫 裡面有很多小氣球 如果是粉紅色就是女生 白痴 白痴 男生 來喔來喔 好 這個是機會 沒有NG喔 不要 不要我說 我超怕的 好 來 準備 1 2 3 YES YES 完全在哭了啦 應該有 我濃色比較多耶 女生啦 對啦 應該有 恭喜小喬 賀喜斗哥 是個小公主喔 點點寶寶 要健康平安 足月的 來到地球喔 他 player 來 人 先